来看一则趣闻 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老人上门派礼物 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场景 不过秘鲁的不法分子 可能接下来都会十分的害怕 圣诞老人了 因为当地警察突发奇想 假扮成圣诞老人和小矮人 突击毒贩的窝藏店 结果成功逮捕 毒品走私集团的头目 警方早前接获情报 指这个不法集团 在靠近学校的住家单位贩卖毒品 在看准了时机之后 警方13号当天 突击这个位于首都立马的毒贩大本鹰 当场逮捕了四人 同时起获各类毒品和军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